提起日本夫妻,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爱妻便当。妻子每天早上都会为丈夫准备便当。这也是他们增进感情的好方式。下面这名日本网友到公司工作时,看到了太太偷偷塞在便当里的小纸条。上面的内容超甜蜜的。太太写道,工作辛苦了。好热哦,超级热的。 因为电风扇停了,我被热到睡不着起来了。既然起来了,就顺便再度挑战制作蒸蛋。今天的蒸蛋做得很可爱吧,嘿嘿。现在是半夜三点,外面比房屋里面还要凉夜WWW。下次我们一起半夜出去约会吧,应该说你一定要带我去。 今天结束后,就是休假了。后半段工作也要加油。网友们看到后忍不住表示,要是有这种老婆此生无憾了,为什么要这样欺负单身狗呢?好可爱的老婆。 不过也有人看透了真相,孩子别傻了。这是在提醒你家里需要一台冷气了。不然老娘半夜睡不着你也别想睡,真的。 第一个感觉是爷与他老公快买冷气,这位太太非常懂得文字的艺术。 故写了一封看似闪光。其实处处充满提醒的字条。第一次老娘只是蒸个蛋打发时间。 顺便放进便当写个字条提醒你。如果你还不知醒悟。第二次开始睡不着我就挖你起来夜间约会。管你明天要不要上班总之老娘这回是约定了。 今天结束后就是休假。提醒你休假时间赶快去物色冷气机。也提醒你,休假之后还要上班。劝你尽早搞定,不然周日晚上挖你起来约会。你会体验到加强版的周一正后群。 太太也许只是撒娇而已啊。为什么大家解读出了这么多内容?婚后的生活这么步步丁心吗?